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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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理 過年期在這裡 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是我們過年的特別節目 不過在特別節目 我們剛剛好可以靜下心來 後來瞭解我們國造的潛艦 它的性能到底怎麼樣 它的戰力又是如何 要得到這樣的一艘潛艦 而且是我們自己製造的 中間的過程有多麼的辛苦 是有多少人來協助我們 但是這就是以後台灣的資產 那這個據說它是航母殺手 那除了這個是航母殺手之外 我們這個700噸的塔江艦 那戰力據說也不得了 那上面搭載的熊山飛彈 那更是這個殺手之一 那除了這個塔江艦之外 當然我們在提升我們的戰力的同時 中國當然據說也在增強它的戰力 而且非常快速 所以他們說中國在製造戰艦 製造航空母艦潛艦的速度如同下水角 當然量不代表真正的值 那到底中國這些海軍的戰力如何 今天我們要來這個討論 那當然美國把中國視為最重要的對手 那美國的這個戰艦又是跟中國比的話 又是如何呢 今天我們都要來深入的解讀跟追蹤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就是我們國防跟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王定宇 王委員 黃毅大哥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學的教授范次平 范老師 黃毅哥好 大家好 以及我們前任成功級飛彈巡防艦的艦長 黃征輝 黃艦長 大家新年發財 那另外邀請到的是自身的媒體人黃創下 黃毅好 大家好 新年好 好 那以及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的秘書長 王志聖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 新年快樂 好 另外是政治評論員李正浩 大家新年快樂 好 非常歡迎六位 那麼首先我們要來看的是我們的這一個財電的這一個潛艦 那據說它的靜音設備非常好 因為它在水下的時候用我們的鋰電池發電 那不比這個國外的核子潛艇還要這個靜音還要更好 那麼另外它的火力這個CNA跟華盛頓郵報說可以這個抵擋中國 幾十年 好 來我們來看VCR 台灣潛艦操演水下作戰瞄準敵軍艦隊群發射魚雷 致命一擊 台灣除了兩艘訓練用的Gabi機 以及兩艘等待升級的艦龍潛艦外 蔡政府國造潛艦動工裝備陸續到位 尤其是紅區裝備 升納系統 戰鬥系統以及潛望鏡 都已經獲得美方同意 很多都是跟美國現役或者是跟美國的一些系統上面 有在做一些調整之後的一個新的一個產品 那這一些其實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的水下戰力其實比起過去來說 絕對是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美國雷神公司開發水下升納正好是台灣欠缺的紅區裝備 已經獲得美方同意許可 尤其是這還是美軍現役核動力潛艦同款裝備 要抓水下噪音較大的中共核潛艦不是問題 關鍵技術連中國北韓都想學 另外還有最先進的諾瑪公司戰鬥系統 整合魚雷甚至前射飛彈鎖定共軍水面軍艦 魚雷強大破壞力足以把中共航艦炸飛折成兩半 而這次的紅區裝備最後一項 美國大廠最新款的潛望鏡 還傳出台灣加入合作研發 陸續用在最新的美軍核動力潛艦 等於需要外援的紅區裝備 聲納 戰鬥系統及魚雷 飛彈設備 都是美軍現役最新裝備 壓力可跟導航系統 台灣則是有能力自製或者合作生產 讓台灣海軍國造潛艦 未來對中國艦隊群 產生相當大的戰術嚇阻實力 好 那麼我們這樣的潛艦 雖然要花到這個四五千億 不過我們要照八艘 那這個八艘對台灣到底有多重要 我想先請教一下王委員 是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重要性 我覺得海軍像你常常講一句話 在海軍只具備海面以上的戰力 這個海軍並不完整 我們缺乏就是海面下的戰力 那潛艦的特別在於 你不能單純比數量 比如說我們有八艘有十艘 對岸有二十艘三十艘一百艘 不能這樣比數量 而是要比你的逆中性 還有雙方的列遣的能力 最重要的 他們曾經講過一句話就是 如果敵軍看到你 軍港裡面的潛艦都不見了 他的船不太敢開出來 除非他知道你在哪裡 因為他不知道你在哪裡 他一條運兵船 一個動拐五的也好 動拐腰的也好 上面就一個營的兵力 你不知道敵方潛艦在哪裡 被打中就是一個營爆廢掉 而且你沒辦法再回去再運補 所以潛艦它是一個不對稱戰力 潛艦是一個戰略型的武器 潛艦它發揮戰略型的武器 跟不對稱戰力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不容易被人家抓到 所以靜音性很重要 第二個 你的潛的時間很重要 核子動力潛艇一沉下去 就很久了嘛 但柴油動力潛艇比的就是 誰能夠在水裡憋得久 不容易被發現你浮出來 第二個 你到底能走多遠 你走得多遠 比方說以三千里來講 那你從你的山東的大連港 一直到三亞港 都在我偷偷游過去的範圍的時候 你一旦看不到這潛艦在哪裡 你的緊張度會擴大 那另外一個重點是 這個潛艦能潛多深 因為現在的潛艦一般活動的距離 最安全大概是200到400米中間 那我們台灣海峽加上北邊一點點的東海 南邊一點點接近這個東沙那附近 那個大概平均是70米到120米 這麼淺 很淺 但水流很強 噪音很大 所以它看起來很容易被發現 可是因為它背景值 背景聲音太吵 所以有地主對優勢 就是說這邊的環境我們都熟悉 我們的潛艦可以在特殊的地方 躲在伏擊區 因為你一定要從這邊過來 我躲在伏擊區在攻擊你 那你又不容易發現我 因為噪音的關係 這個就是美國那一個潛艦專家說的 台灣另外一個優勢 是跟人家反過來 那地方雖然淺 但水流快 噪音高 那我們台灣長期水聞的瞭解 對台灣的海軍來講有優勢 所以在美國的媒體才會說 台灣若取得這八艘潛艦 共軍渡海來台的艦隊會被殲滅 那這個會被殲滅 他要克服這個被殲滅 那可能要不是十幾二十年可以克服 創業兄今天拿了一張圖來 這個圖要顯示什麼 其實潛艦到底重要在哪裡 就是封鎖和反封鎖 對於台灣剛剛就講的水下站立 因為其實台灣地形就在這裡 你要去打 我們會看兩個東西 一個是虛線 一個是實線 這虛線是什麼 就是如果說要封鎖台灣 其實潛水艇在二戰之後 最可怕的是把你這個地方全部封鎖 所以剛剛不是軍隊的問題而已 糧食 人員 各種的汽車 物資都進不來 那你就完了 所以英吉利海峽 當時希特勒一封鎖英吉利海峽 英國很慘 然後甚至希特勒的UBOB 跑到了紐約漫漫頓那邊 美國都嚇壞了 然後後來美國 也是在這幾個地方 封鎖到日本 讓日本在南洋的所有的物資進不去 在二戰的時候 日本就進入叫飢餓戰爭 一整年 連石油都沒有 所以最後之後神風特工隊 因為他飛出去就回不來 所以船艦也不敢出來 大和號都不敢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台灣沒有潛水艇 沒有這優勢 這七條線 全部 就被中國封鎖了 可是如果我們有了潛水艇 而且我們這方面 對這邊的水溫 我們是最熟的 從我們海鹽一號 一直到海鹽五號 到現在歷徑號 走了一百六十八萬公里 地球可以繞三十七圈 所以下面就剛剛那個 定義委員講的 哪個地方可以伏擊 哪個地方水流怎麼樣 那是我們國家最高機密 所以我們只要做出了潛水艇 只要守到好的地方 紅色的這些虛線 中共跑不了便宜 因為我們可以把它搶過來 所以為什麼美國 賣給我們的MK四八 這樣的魚雷很重要 也許我們的潛水艇第一次做好 我們講實話 從理工的角度來講 不可能一出來 就跟日本 就跟俄羅斯的積弱級 日本的那個昌龍這麼好 可是我們有武器 而這武器是全世界最好的MK四八 一沒上去我們既得艦 他們上次打 像既得艦那樣的等級 一沒下去龍骨就斷了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潛水艇 然後有這樣的武器 然後有好的聲納 我們就掌握了戰略優勢 你要封鎖台灣 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黃毅大哥我補充一個 剛才你們講到預算 事實上我自己在接觸海軍這幾年 我們常常覺得對國軍這裡不滿意 那也不滿意 我們希望他更好 但我們國軍的素質 特別是海軍的素質 我敢驕傲的講是一等一的 不管是國際性 我們在照潛艦過程當中 要去突破要去尋商 都是海軍負責的 那個全世界跑 我聽過一個故事 那個現在已經不是密就知道 跑到某一個 跟我們雖然沒有邦交國 只是要去那家公司 等於要去他們家參觀而已 情報一洩漏就被擋在門口 連進門都不行 有一個國家是北方的大國 我們到那裡 剛下飛機 就被中共的情勢人員 跟著我們海軍的人 所以我半開玩笑 跟我們那個邵衛陽主任 他是負責潛艦計畫的 邵少將 我說你出國跑 這安全要注意 你現在是國家的寶 那個寶 那個寶不只是國家機密 整個照鏡計畫壓在他身上 那個困難度多到什麼 我們現在找到這個裝備 沒有去就沒辦法做 我們還不只要找一個 萬一沒有了 海軍還要找第二個 第三個叫做備援案 全世界照這個搞不好 就六家廠商而已 你就要找到一家到三家 同一國家 他們的國家願意輸出許可給你 所以這幾年 我們看到海軍 卯足全力拿到輸出許可 到現在 我們即將賣 這個在過年期間 我們的輸出許可 應該全部百分之百都取得了 那個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比照鏡還困難 那再講造價 剛才說那價錢嘛 理論上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開模 我們在開模造一台 一定比較貴嘛 一台比較貴 可是你知道嗎 在2003年 當時這個美國政府要賣給台灣 八艘才有潛艦 這被馬英九擋了六十幾次擋掉了 那時候報價多少 八艘的報價 一百一十億美元 三千八百億台幣 換算 那這三千八百億台幣 除以八 每一艘造價是四百七十五億台幣 我們現在台灣自製潛艦的 原型艦的預算是 四百九十三億 六千一百 六千一百七十萬 也就是我們光原型艦的價格 跟當時對外來買 差不多 差不多以外 以後我們要升級 要改裡面的電池 要換更高性能的 都既說漲到我們的手裡以外 你要想著現在是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的四百九十三億 跟這兩千零三年的四百七十五億 是現在反而我們比較 其實現在比較便宜 因為那時候錢很貴 以前錢比較大 所以現在錢比較便宜 我們現在反而造價比較便宜 又是我們自己國造 各項的性能 又比當時控制在美國人手裡 因為它是代購代轉而已 更好 所以這一艘潛艦 我自己在國防委員會 我敢說二零二三 二四二五 這三年我們國人應該可以見證到臺灣 自己自治國 自治潛艦的好消息 那潛艦有多困難呢 來請大家看一下 藍色的字是我們 藍色的字 是我們可以自己製造的 比方說 A叫做什麼車頁跟軸系 A在這裡車頁跟軸系 再來 B是什麼 主馬達在這裡 C是什麼 C是主發電機在這裡 D是電力跟電磁跟電磁跟電磁控制系統 E在這裡 然後 F是燃料電池 可是其他就不OK了 請大家看一下 E在這裡 E在這裡 做電站系統 這個我們做不了 我們需要這個尋求人家的幫忙 再來 第二導航雷達 這個 這個也我們沒辦法做 三是潛望鏡跟各天線圍管升降系統 這個我們也沒辦法自己做 四是什麼呢 射控系統 這個就更難了 我可不可以先請教一下黃艦長 就是說這個事業上有幾個國家派去這個德國學造艦技術 潛艦技術 但是他的成功失敗如何 這樣子在我們之前 韓國曾經想自己造潛艦 造潛艦其實還有三個 對我們也有三個關卡 第一個是設計 因為設計你要知道為什麼在這裡要彎 那裡要訂什麼的加強的 設計是最困難的 第二個對我們是困難 對別的國家不是 第二個是裝備 因為我們的國際環境 這個政治的打壓 所以很多別人都可以很容易拿的 但我們很難拿 第三個就是建造 有了設計了之後 其實建造就是工人按圖施工 但是潛艦很特殊 你去做的時候 每個地方都有些know how 哪些要先裝 哪些要後裝 在什麼溫度之下 什麼濕度之下 就是你只要稍微一個舒適 可能你做出來的就 不是一個好的結果 那我們先看韓國 韓國當初想造的時候 他就找了德國 德國是全世界 數一數二的潛艦製造國家 他就用他的209 設計的圖是誰的呢 德國的一模一樣的209 裝備 德國所有的裝備都給你 因為他們有任何的人打壓他 所有用的東西通通給你 那製造呢 他先派了所有的人到德國去造船廠 兩三百人喔 一個跟著一個在後面看 一個跟著一個交 完了之後 那有的說第二艘也是在德國造的 有的說第二艘是回到韓國造的 那不管怎麼樣 接著兩艘是韓國人來造 德國人站在後面這樣去教他 連續兩艘都沒有說完美的出來 就是震動太大 聲音太響 有裂紋 他直到第四艘 弱到第四艘才OK 第四艘 就是第一艘是德國人造的沒問題 OK 二三是韓國人造的 德國人在後面看 都有問題 第四艘是韓國人自己造的 沒問題 記住他的設計 裝備 全部是圓圓整整彎彎的 原來的那個已經實驗的 好 結果 那個澳洲一看他成功了 他們也有很大的理想抱負 他說好 那我們也來 他們跟瑞典合作的 一樣的設計圖 瑞典給他一個設計圖 可是他覺得你瑞典的海洋 是出來都是一些比較穩定的 澳洲一出來那個很大大洋 他說我要放大 他就只改了這一樣東西放大 裝備全部是瑞典給他的 做了六艘 總共花了四千多億臺幣 最後放棄 因為他始終解決不了 震動的問題 裂紋的問題 就他有很大的困難 那我們海軍四千多億 四千多億 沒有成功 台幣沒有 做六艘都沒成功 都沒成功 就是都有噪音 都有列文 澳洲是基礎工業很好 煉鋼啦 沒啦 機密工業 因為台灣贏過他們 我們的台船當初造成功艦 我可以告訴你 那時候我就成功艦 第一艘的副艦長在那裡待了 你也是那個成功艦是我們國造的 國造的 對 我們造的比美國的還要好 到今天都還非常好 沒有一個有什麼問題 我們的精密工業 我們比美國好 不是 我不敢說比美國一定要好 但是最起碼我們造得到今天 已經三十年了 這個船沒有出過任何問題 而且我們也經過一些改變跟設計 講到我們要軍售美國了 我們的這個技術真的是不錯的 這裡有一個圖 其實是蠻有意思的 這是一個日本 從大概八十年前開始造的 如果拉近一點 你可以去看 它的噸位從這裡一千噸 一直上 它從一開始的年代 幾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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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上來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噸位 達到最後是三千多噸 昌榮級是三千多噸 對對 到最後的這個是 這是昌榮級的三千多噸 那在這前面有做三艘的 有做六艘的 有做八艘 記住這個磨練 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我們是一步可能就想要跳到這裡 所以它一定有很多的風險在 但是我覺得 我們最終的目標是要潛艇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要造 因為過去四十年 我們真的 那昌榮級他們造了 造了幾艘 現在十一艘 那就表示技術很成熟了 非常成熟 它是成熟的 昌榮級號稱世界傳統潛艷的 最好的 它現在又進一級了 大晶級 大晶級又更好了 日本人做這個 對 是比德國還厲害 它的這些頓位 包括它現在用鋰電池 全世界第一艘鋰電池是昌榮級的第十一艘 那是第一艘 所以它的技術是一等一的 但是它的也是循序漸進 要這樣子的累積經驗過來 過去四十年 我們這一步就沒有跨出來 現在政府我們這一步跨出來了 這一步走的會搖搖擺擺 走的會走一些冤枉路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 我們距離終點越來越近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造 而且第二個 通常這種國建國炸化 或國防制度都有一個 你記得以前 我們有好的戰機 都是要不到的 後來我們做了金國號 F-16來了 幻象來了 我們以前要好的共傳飛彈 就是打那個船的那個飛彈 我們想哈碰魚渣 要不到 後來我們熊二造出來了 哈碰來了 說不定我們這個造出來 雖然沒有100分 但是有80分 人家就願意賣我們的新的了 很難說 但是當你沒有的時候 那我告訴你 人家就是掐著你的脖子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步 一定要走出來 是是 好 那我們這個 潛艦的這個國造 其實是真的 據說是八國聯軍 非常多國家的幫忙 來 我們來看個戲 國造駝艦發射雄3D彈 輸出快炮 打擊目標 自制軍艦成為海軍主力 參與廠商更是臥虎藏隆 臺灣自制靜音螺旋槳 符合神出鬼目的潛艦靜音需求 成為外國廠商合作對象 未來海軍新潛艦 也將用這種超安靜螺旋槳 專長自動控制系統廠商 協聚德 還有軍艦的神經 積電系統 臺灣廠商都能自己做 在國艦國造這個區塊 潛艦國造這個區塊 我個人認為是有困難 但是絕對不會難倒 比方說現在臺灣 我們想要做的這個區塊 我們從民國六十幾年 第一代的這個自強中隊 那五十條我們就開始建造 到目前大概海軍在國內建造的船舶 四十年前打造海鷗飛彈快艇 造小艇小勢身手 一路做到臺灣最大戰艦 韓石軍艦 韓石艦看起來跟貨輪一樣笨重 實際時速將近五十公里 就像在海上騎摩托車 國防跟民間造船結合 產值更是驚人 總統只是保守估計 臺船預估二十年能創造五千億以上 產值 一年最大三百四十億產值 佔全年一半以上 造好船後續維修保養 還能再多出四十五億商機 能釋出一萬兩千個就業機會 臺灣造船下一步挑戰做潛艦 要把造船業推向世界頂尖水準 好來 方老師要補充 剛剛才建長聽到那個 日本的潛艦 日本第一艘潛艦 是一九二四年下水了 現在區域已經快一百年了 對 日本的潛艦就叫一 伊朗的一 他叫一號 第一級 第一艦 那當時是在大正十三年 在橫須賀 現在還是日本的軍港 但二戰之後剛剛講過 日本一九六零年開始要做潛艦 其實那個時候臺灣也想造 蔣中正也想造 我們今天講說國艦國造 我們在做現在是第一次 嚴格來講算第二次 其實還有深圳的第一次是誰 大家知道這個人叫汪熙玲 他可以說是臺灣的潛艦之父 為什麼這麼講 這張照片其實是個不光彩的 因為一九八四年 那個時候他是軍情局的宗像局長 派誰 派了這個陳希利 去殺了這個江南 這個時候引發了中美的大波 後來他被判刑 可是我們知道 他其實十六歲的時候 一九四五年就被我們政府派到美國去學習海軍 那個時候我就學了就是潛艦 那我們知道後來他一路這個官運橫通 因為他那個潛艦是蔣中正一直非常想要發展的 因為他想要當時有個國防計畫 就是所謂的要反攻大陸 那當時潛艦他可以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而國防計畫下面有個武昌計畫 就是潛艦計畫 而當時是由誰來擔任呢 就是由當時我們剛剛有這個汪汐玲 那當時一九六五年 他去義大利 擔任義大利的副武官 就跟義大利一家民間的公司 是民間的購買了 臺灣的第一艘潛艦 兩艘其實是兩艘 就是這一艘 目前曾在我們的S1 目前是在我們的海軍 已經退役了 那當時他叫海角跟海龍 就是水中角龍 海角有兩艘 那這艘潛艦其實義大利 他這個廠商很小 只有四十噸 那他只有大車 這個四十噸而已 對 四十噸 只有幾個人 他是訓練用的 放在海軍 算開笑啊 因為不能用 對 然後他其實是一九 我們知道一九六五年買進來的 然後後來在哪裡組裝 是在我們淡水的喉茅城 旁邊的一個海軍造船廠 海三分船組裝 所以他這是由義大利的祭司來 協助我們臺灣的來組裝 所以這可以算是 我們國艦國造的第一次 這個是四十噸 四十噸 那我們的現在的國造潛艦是幾噸 應該在兩千到兩千五 不能講 不能講 兩千兩千五 噸級也不能講 兩千五百左右 兩千五百 噸速 形狀 跟淺度 跟他的一些東西 真的不能講 然後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個形狀還假的 你該指那個 我都不好意思說 那是臺船公司做了一個 國型 一套B黑的前面 ABCDFG 我們就當作示意圖就好了 對對對 然後這招潛艦我說一下 他叫SX404 他只能搭成十二個人 就是四個軍官 兩個師官 還有六個乘客 一個阿兵哥 他就是 而且沒有武裝 他只有 他連那個水雷都沒有 連魚雷都沒有 他就是個訓練艦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他是一九六五年 他那個 王錫玲 當任意大利副武官 他時候就購買了 那是一個突破 對他很快就退伍了 一九七三年就退伍了 後來一九七二年 王錫玲又到美國去當了副武官 就跟我們看到了 現在還在服役的海獅跟海虎 這是加比七十幾歲的 七十幾歲 全世界目前最老的錢 七十四歲 全世界目前沒有比他還老的 還在海底跑 還在海底跑的唯一 海底跑的唯一的一個古董 活的古董 那他是 他還能作戰嗎 他有 現在是訓練 美國賣給我們的時候 把魚雷管封掉了 我們自己把魚雷管給打通了 然後也跟國外採購魚雷 所以他其實是有發射能力的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這個也是汪西林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前兩代的 在那個潛艦 一直到後來我們跟一九八七年 跟荷蘭買的海龍跟海虎 那個是艦榮機的 所以中間基本上來講 我們一直想造艦造不起來 那最後是跟荷蘭買 那我不講汪西林 雖然他給算是我們 臺灣的潛艦之父 很早就知道潛艦 對於臺海防疫 甚至是這個攻擊中國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武器 但是很不幸的 我們都是失敗的 所以這次我覺得 蔡英文 剛剛這個艦長也講了 我們現在做潛艦當然是晚 但是總算是開始了 但是我們知道潛艦是一個非常高科技的 日本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 那個不知道犧牲多少生命 那潛艦有潛不下去 有潛不下去扶不上來 那才麻煩 那個人在裡面怎麼辦 所以那個風險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看到日本今天能夠造成 這麼全世界最好的這個柴油動力潛艦 是他一百年前的技術 對他的工藝 他的工匠精神才能打造成今天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臺灣雖然晚 但是總算起步了 但我覺得我們希望 這架這個第一艘潛艦順利成功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能夠累積 我們未來的實力 我幫那個範老師補說 當時那個武昌艦 武昌計畫 你說回來是多麼辛酸 我們做好了 那兩個人做的或四個人做的 但是當時以臺灣的水準和能力 怎麼讓他下水再上來 都沒有能力 所以那時候是在淡海那邊 做了一個鐵軌 鐵軌之後拖拖拖拖拖 然後用那個貨架吊車吊起來 然後因為下去之後人分起來 裡面的狀況是什麼 都沒有經驗 所以挑了海軍管校四十八個 就是那時候的少尉 剛畢業的中尉 包含我們的前海軍總司令禮節 就是然後就扶起來 有扶起來就對了 就是用吊車 吊到海裡面 然後真正當當 其中有兩個人還受傷 然後當時我們是這樣子訓練出來的 然後剛剛那個艦長講說 為什麼潛水艇難在哪裡 你不是下去或上來 你知道每下水十公尺 就是增加一大氣壓 所以我們要到三百的時候 那是三百大氣壓 三十大氣壓 那如果所以 剛剛我們看到說 為什麼我們講壓力 殼多重要 那會把殼壓 對 壓破 而且你是不是說 我現在在二十公尺 兩百公尺的時候撐得住 三百公尺就撐不住 所以那個壓力殼要做到 這個叫增圓 而這個增圓是很難的 壓力殼我親自去看過那個壓力殼 是有人力 我們現在可以做到 平的一千八百公尺的鋼 可是你要做成壓力殼 你要做的時候你要捲 捲板 那叫凹板機 這個捲板技術有很難 所以有很多時候剛講說我們是多麼艱辛 艱辛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我們的捲板技術 現在那個是我們能夠起來的 竟然跟陳水扁和普丁有關 阿扁跟普丁照過相 對啊 這張照片才是知道 後來一次你去台船 大概在二零一零年左右 技術的月開 因為我是學理工的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 這張是為什麼要合照 這個我們都沒想到 這個淵源是這樣起來的 阿扁在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臺北市長 然後這個時候 你看這個人多年輕 這個少年 普丁那時候 還是聖彼得寶的副市長 也沒人知道 他將來有一天 會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 然後阿扁去做城市外交 然後去到那邊 一個臺北市長 一個聖彼得寶的副市長 兩個人很高興拍了一個照 那拍了一個照 其實阿扁回來也沒講 然後後來是 阿扁後來是因為三星九槍擊案 普丁很關心 所以普丁俄羅斯是第一個關心 臺灣三星九槍擊案 然後他就普丁公佈了這張照片 所以我們後來總統府網站 也有這張照片 普丁為什麼要公佈這張照片 就是我的老朋友 你還好嗎 所以他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兩個人關係這麼好 可是我一直講這是什麼 結果就在那一段時間 俄羅斯在冷戰期間 潛水艇做的是不比美國差 但是有些是比美國好 所以其實是後面這個新聞 出來是 為什麼美國那時候很緊張 我們的當時的國安會高層 去了幾乎兩次 那本來是當時普丁就說 你們想做選板技術 我來協助你 所以後來確確實實 我就想說我們這多麼艱辛 這樣一個技術 怎麼做 澳洲就是沒有人教他們這個 所以放下去就不行 所以你會看到臺船第一個 現在臺船的門口 那個船圓的部分 圓的部分 就是這樣子過來的 然後現在還有兩個北歐的國家 協助我們做好這個卷板 然後現在裡面船務的部分 有我們東北亞的一個友邦 一個好朋友在幫助我們 然後當然在那個裡面的 還有很多裡面的結構 就是在中歐和西歐的兩個國家 協助我們 那當然剛剛講的紅區裝備 當然是來自美國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段時間走這麼久 都很艱辛 都很困難 所以這個時候有些人就說 你沒有洩漏機密 你沒有告訴我 你不透明 一透明我們就死了 然後現在還在砍預算 這才是覺得 如果你就知道那六十年 如果你是這樣禮節一樣 大家砰 這樣丟下來 你們這些國防委員 不是定義委員 是另外那個黨的 對得起他們這些人 我覺得我講實話 喊說要透明 我們做潛艦喊說要透明的人 我覺得那是共匪 那個是在破壞的 那不是透明 好 那麼我們的軍方資深將領說 我們這個國造潛艦的原型艦 採用的是由國內廠商 所研製生產的高效能電池 並不是外界所想的 採用的AIP崛氣推進系統 所以經過軍方內部的測試 評估認為 國產高效能電池動力輸出以後 產生的靜音效果 比外購的AIP系統更好 重量體積比傳統電池 更輕更小 電池動能跟續航力 都遠勝過傳統電池 那麼軍方教理說 日本昌隆級潛艦 也走高效能電池路線 那麼也沒有使用所謂AIP系統 使用的就是日本國產的高效能電池 那臺灣在高效能電池的研製 開發上沒有輸給日本 那我想請教聖龍兄 據說我們這個潛艦 其實是有昌隆級的影子 沒有錯 其實他的所謂的動力系統 就是其實是類似於離電池這樣的動力系統 離電池跟超龍級其實一模一樣 其實你看現在整個電動車 兩個做離電池大國 一個就是日本 另外一個就是臺灣 離電池有什麼好處 其實也沒有很難 我們手機就是離電池 離電池的好處是什麼 你99% 它輸出的效能跟1%是一樣的 比如說手機過去我們電池剩2、3%的時候 它效能輸出就會降低 好像時零時不零 可是你看現在智慧型手機 你剩2%剩3%該用都可以用 它可以維持高產輸出到最後1%電池 用完後它的效能是完全幾乎都一樣 它會下降一點點一點點 可是幾乎都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離電池其實很適合 因為比如說我們在做高 假設真的遇到水中在纏鬥或追逐的時候 你總不能說我電池剩20% 那我就開始變慢了 然後一切動力都不夠 就動力就下降了 所以說其實動力系統用離電池 是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然後為什麼會說有昌隆級的影子 或是說會有日本人的影子 比如說現在它的外表 當然外表不能說 可是你在建造的時候 會不會被人家看到 有可能你用間聯衛星會看到 所以台船的這個建造廠區 第一個它上面是封閉式的廠房 然後外面鐵門 然後測試完之後 它直接拉下水就適用了 拉下水就適用了 所以重點這過程的廠房設計 誰來幫你設計 台灣沒有真的照過潛艦 你做所有工業都知道 第一步的廠房設計最難 為什麼因為廠房設計全是know how 你沒蓋過潛艦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哪邊要擺哪邊 哪邊要擺哪邊 全是know how 現在傳說是日本三菱跟傳奇 來幫我們的罵 然後測試平台 聽說是日本顧問工程師 然後所有的鋼板的焊接 目前聽說日本也有協助 所以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日本 不知道 可是我感覺到整個海軍呈現態度 其實是胸有成主 就是好像有那種各方來源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其實坦白說我是很樂觀 說希望2025年真的可以出場的 那這東西都還是在艦艇的部分 那重點來武器系統總是真的 之前國民黨凍結說紅區預算 還有重型魚雷等等 國民黨說紅區的專備沒有來 紅區專備總是美國給我們 第一個戰鬥系統整合跟數位聲納系統 我們台灣這個數位聲納系統 是跟美國現役的核子動機潛艦 數位聲納系統完全同等級 然後戰鬥系統整合也是一樣 你如何把所有的水紋 然後所有的戰鬥 整合在同一塊平面上面 讓指揮官好去發揮 這東西當時被列為紅區專備 去年的12月底全部都拿到 你總不會說這沒有美國的影子 再加上上面擺重型魚雷的MK48 也是跟美國軍售 所以其實台灣跨出這一步 我這樣講好了 某種程度有些人說 我們跨出這一步 是代表台灣潛艦國造的第一步 可是當然沒有錯 是潛艦國造第一步 可是背後的意涵是 包含日本 包含美國 都願意真的把台灣當盟國之一 這才是真正的關鍵 就是你台灣擺明了 你看剛剛弄了一大堆圖 我們能夠做出來的 大概就是三分之一不到 另外三分之二 就是各個國家的協助 那各個國家為什麼要協助 你讓你台灣有潛艦國造的能力 很簡單嗎 因為我們台灣在第一島鏈上 我們有我們先天的戰略地位 站在日本的角度 如果今天台灣被中國吞下去的話 中國是隨時可以去日本開他後門的 隨時可以繞過巴士海峽 或公共海峽開他後門 站在美國角度 台灣被吃掉 關島變成美國的最前線 所以其實我覺得看潛艦國造 某種程度你可以從技術流的角度看 就是說台灣確實在技術上賣上一遍 可是我更喜歡從國際政治角度來看說 確實台灣在因為中國極度擴張了外交政策 極度擴張了軍事政策 極度擴張了經濟政策上 每一個國家都感覺到中國的威脅 而這個時候台灣變相對重要 這個是美國的CNN 說臺灣的這個柴油電力的混合系統的潛艦 撲起來就加柴油 倉瑞都用電池 所以你就沒聲 你的地板就沒聲 然後他說 他說我們這種靜音 再加上這個我們這個臺灣海峽這個潛艦 吵雜的水域的偵測水下洞性 反潛能力薄弱的中國是不容易 不容易偵測到的 那我們又配有MK48重型魚雷 那個碟到 碟到 說可以這個讓入侵的部隊失去一個贏的兵力 這是美國海軍上校說的 一個影響要四五百人 就一艘大型的登陸艦 他所裝備的兵力 是 是 那所以這個CNN說八艘潛艦做完 我們可以擋中國二十年 這是CNN寫的 那美國的知名軍事記者叫大衛艾克斯 他在FORBES寫文章 他說八艘可以摧毀中國入侵的艦隊 我想請教一下王老師 搞這麼用 是沒有錯 因為潛艦基本上是在水下 剛剛幾位來賓也都介紹到 臺灣海峽本身水紋非常非常的複雜 其實中國這幾年也非常努力的想要去探測了解 從臺灣海峽到這個北邊公湖海峽那邊巴斯海峽整個水紋環境 如果我們的潛艦造成 然後有有效的逆中在這個臺灣海峽沿岸的時候 第一對他會形成很大的嚇阻 因為那個MAC48的魚雷 那一個上去 如果你夠精準 我跟你講一艘紀德艦的那種大小規模 就剛剛講龍虎就斷掉了 紀德艦八千噸 對 就在一起 等於那個船就沒有了嘛 所以一個贏的兵力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有夠可能的 那現在也沒有公布啦 但是大概可以預判 這個我們的這個國招的潛艦 它上面架載的這個MAC48的魚雷 我不可能這隻狼狼 我這樣子的攻擊能力 其實會讓中共的水面的艦隊提心吊膽 你中共以後還那麼囂張 在水面上的自由的行動 可能要點點盡量 而且這個可能不是只有臺灣海峽 往北的宮古海峽 往南的巴士海峽 可能都成為臺灣跟其他盟國巡防的一個對象 而且特別一個情況 像日本 日本現在對中國的這個艦艇 潛艦也很不爽 他在二零一八年二零二零年 兩次主動公布說 我們偵測到了中國的潛艦 在我們釣魚台周邊 這樣的服刑 這個是這個是很不客氣的 代表我找到你了 而且我告訴你 我知道在哪裡 我只差我沒打 我只差我沒打你而已 那以後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像剛剛鄭浩講的 臺日之間有這麼緊密的技術合作 跟勤之合作 那是不是在我們這個領域部分 我們也能夠做同樣的動作 那你對中國來講 那個威脅跟壓力 他未來被封閉在內海的可能性 就更高 出不去 我先從MK48來講 我們做一個武器 我們做一個武器載台 就是潛艦 對 那潛艦如果裝菜刀就沒用 他裝什麼武器很重要 那MK48他多好 我只告訴你 美國只賣給哪些人 美國自己用 現役在用 美國給澳洲 加拿大 荷蘭 再來台灣 所以不是美國的盟幫 都拿得到這個MK48 MK48為什麼那麼厲害呢 我用對手的速度來算 你知道對方現在最新的飛彈驅逐艦 叫055 055大概萬噸左右吧 055他級速最高速 中國的 中國的30節 然後他運兵 最新的運兵艦 現在在測試 第一艘出來在測試 那另外第二艘 現在還在床物在弄 叫做075 075兩棲登陸艦 中國是希望慢慢發展成 類似出雲號那種輕航母 這個這個船艦的最快的速度 是二十節 大家記住這兩個速度 遼寧號山東號 都是under 都在二十節以下 所以二十節到三十節 二十節大概四十公里 差不多那左右 就是說中國現在主力最新的船艦 從飛彈驅逐艦到大型運兵艦 就二三十節 那MK48呢 我把它打出去 我不用我不用我新的潛艦 我用我現在艦龍機就能打囉 他這一顆出去第一個 他的速度是一百零二公里每小時 五十五節 你跑不掉嘛 你怎麼甩都甩不掉 第二個 他的深度可以到八百米 我們在節目一開始就講了 潛水艇大概五六百米 算是極限中的極限 意思就是你這艘潛艦 不管你躲多深 跑多快 或者你的水面艦 你能跑多快 通通MK48鎖定 你跑都跑不掉 所以海軍的艦長都說 我寧可面對反艦飛彈 像熊山 我也不想面對魚雷 因為一顆魚雷 對水面艦的傷害 遠遠大過飛彈 而且防禦 你要去防他會更難 沒有辦法防不到 很難防守 那我們現在取得MK48 是過去三年陸續取得 那每一艘船 為什麼MK48那麼難防 他速度快啊 不然速度快 他追你的尾跡 你怎麼躲他 你躲不掉 他在水裡面 他在水裡面這樣地中上來 你在跑 你要躲他的時候 尾跡 你的眼睛都推 你今天要防他 你一定要知道他過來了 一個重型魚雷在底下堆著你過來 你根本不知道他過來 你知道已經來不及了 他不知道 他的聲音不在你的聲音 聽音的範圍之內 這樣子 因為沒有人去聽這個 所以躲不掉 也跑不了 也不知道 所以 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美國這個魚雷 不敢隨便賣人 他是有辦法偵測危機 他追著你的危機 他追著你跑 那你不跑 你也是死 跑也跑 我剛才聽到一些 所謂的國際合作跟製造 我坦白說 我不知道俄羅斯有沒有 我也不知道日本有沒有 我沒辦法去透露這個東西 但我曉得 台灣這一次潛艦國造 你知道我們潛艦 沒有設計過 你怎麼知道你畫的圖對不對 你沒有製造過 你怎麼知道你製造出來長得很像 對不對 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畫了圖 我造完了 誰會驗收 怎麼驗證 你怎麼驗證這個有沒有效 這三個都不知道是最難的 所以需要很多的幫忙 需要很多的顧問 所以我們在設計階段 有設計階段的國家對國家的輸出許可 那我就講個秘辛 我們在設計階段的輸出許可 叫做機公司 媒體有報 這個直步樓駝 講說直步樓駝的一家公司 那我很遺憾 某一些政黨的人士就拼命說 這個不可能 他那個國家不會造 這一定是假的 你要把背後的國家說出來 我中華民國海軍 為什麼要把背後的國家說出來 我說出來就完了 人家幫你 結果你壓害他 你說出來就不用造了 當時在設計階段 那個時候一直要逼這個機密揭露出來 你光這個階段過不去就不用做了 那我們現在進行的階段到 設計每個部位的零組件 我們有三大系統 我們有人講紅區什麼區 其實我們國軍是用ABC A級主系統 B級次系統 C級的輔助系統 像生活設施冷氣 這三種系統總共有五十四套系統 一百零九項裝備 組合起來 所以他量很大 有很多的輸出許可 那我們現在只差一張 那一張應該OK了 王偉 所以本來是十字系統 對 那現在改S尾多 S尾多 S尾多是變成這樣 那S尾多是 直的就這樣子 變S 就打X 那這S尾多是當時 這樣有什麼差別 當時它有它的 複合整條件的操作性 這個是日本蒼龍級出來的 它的最大優點是什麼 在一個複雜的水底地形裡面 靈活 而且尾流少 不容易被偵測 當時是海軍方面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機密 因為我做招委 每一次機密會議前 我都要去跟當時的黃曙光 我們要明明對面談 哪些東西要怎麼處理 這個S尾多是軍方認為說 這個OK 這不算秘密 現在心形的幾乎都S尾多 所以讓大家知道 所以那個設計階段 能夠尋求協助的國家 我講個概述 二十個國家 上下跑不掉 二十個國家上下跑不掉 你就知道 我們現在的海軍 跟我們現在的蔡政府 這是國際外交力量的提升 以前照不出來 我也不怪他們 以前根本 你說照這個潛艦來協助 有二十個國家 至少需要 至少有將近二十個國家上下 我給的 我要跟宏毅大哥誠實講 我給的都不是精準數字 就是二十個國家上下 你本來就很不精準 一上下就本來就沒有精準 很不精準 就是很多國家來協助 那剛才講到電池的部分 很多人一直在用說 你這個沒有AIP絕期系統 你這個落伍什麼 AIP是落伍的 這個絕期系統是落伍的 昌隆級用的電池也是落伍的 現在的大晶級 日本最新下水這一艘 用的電池才是最新型的 那台灣的潛艦 我們竟然要照 我們當然不會拿 舊時代的AIP 那個絕期系統 那個是 那個是一種充電的方式 對 那我們現在所採取 當然是電池 這也是公開的事情 那電池的媒體在哪裡呢 你要安全 再來你的效能 就是我能夠最短的時間 我弄上來 用柴油的時候 接觸到空氣 在充電的時候 時間花越短越好 最好兩秒充飽就下去 就是充電的效能 牽涉到存活率 然後呢 安全性是 所以他接觸氧才有辦法充電 他要上來充電 然後再來那個安全性 就是電池不能高爆 不能高燃 因為電池 我們前天就那麼小燒 電池附近 通常就是我們的船艙 船員住的地方 所以安全很重要 最重要是沉下去之後 改成用電池驅動 是很安靜的 那它的效率 它能夠撐多久 這些都機密 那我只是說 我們現在是用的是電池 我們不是走落伍的 那剛才講中鋼的 等一下有機會 我們再談好不好 我讓我先整個廣告